各位,上一期节目,我聊了GTA3D宇宙三部曲可能会重置的这则消息,和大家做了一点分析 那通过这期节目的评论和弹幕呢,我就发现虽然3D宇宙三部曲,GTA3,罪恶都市和圣安德烈斯 如雷灌耳,大家几乎都听过,可是毕竟快20年过去了 很多当年玩过的人,现在也想不太起来,还有些朋友当年太年轻啊,并没有玩过 现在你让他重新去重温这三部曲,画面上大概也接受不了 但是我觉得很可惜啊,毕竟这三部曲是把GTA系列推上神坛的作品 而且我们要意识到,一部开放世界游戏史,可能其中有一大部分都和GTA有关联 所以我觉得啊,我们应该对这三部曲做一个回顾的工作 很遗憾的是,我手边并没有3D宇宙三部曲的主机版本 所以我在Steam上啊,花88元钱买了这三部曲的数字版 以这个版本,咱们做基准来进行回顾的工作 今天第一期,我就想和大家聊聊 开创了3D宇宙,并且把GTA推上神坛的GTA3 接着听的分数永远我最嗨 黄毛小哥也被我deny 索尼克看到我也要跟我say hi 宣言见识我的乒乓球拍 不管世界变化有多么快 我还是拿着Canemboy的那个男孩 GTA3当然并不是GTA系列的第一部作品 毕竟它叫三嘛 在此之前,已经有E2和伦敦1969、1961四部作品 2D时代的GTA虽然因为其开放世界和相对有创新性的玩法啊 已经吸引了一部分人的眼光 但是显然没有成为主流 绝大多数玩家对这个系列是未曾听闻 无从知晓的状态 真正使得这个系列发扬光大的 当然是从GTA3开创3D宇宙开始 但是任何明眼人都知晓 把一个2D的开放世界游戏变成一个全3D的 在Liberate City,也就是自由城啊 现实中对应的纽约 去创造这样一个3D世界的开放玩法的游戏 绝不是将图形简简单单的3D化就可以做到的 这里边要克服的困难点 从技术上,从创意上都是很多的 而3D化的GTA所以能够实现 实在要感谢两位英国人 他们是一对亲兄弟叫做San Houser和Dan Houser 豪瑟兄弟 我们中文是这么翻译的 这俩哥们啊,说来是挺有意思的 他们是英国人,怎么跑去美国做游戏呢 他们父亲啊,经营一个在英国啊 经营一个大概爵士舞的这么啊 爵士乐的这么一个乐团啊 还不演出会所啊,什么大概这一类 所以他们从小呢,对爵士乐也是耳濡目染 可是呢,他们好像对爵士乐兴趣不大 他们喜欢嘻哈 那嘻哈开玩笑,这玩意儿美国是圣地啊 所以他们从小就对美国东海岸的嘻哈 报以热情,尤其是纽约 在他们看来,哇,这是嘻哈天堂 那后来进入游戏行业之后呢 就对这个纽约的热情啊 就未能摆脱 那几经周转,DMA,BNG啊这些 因为其实豪瑟兄弟不是GTA系列的创始人 创始人是大卫琼斯 一开始这个游戏叫 竞速和什么愤怒吧 Race and Rage 后来这个名字没注册下来 才改叫Grand Seft Auto,也就是GTA 那二D时代 实际上是以大卫琼斯做主导的 后来呢,几经并购 Take Two拿下了DMA,拿下了发行权之后呢 然后成立了Rockstar,但是这个大卫琼斯就走了 豪瑟兄弟就接手了GTA系列 那么他们接手之后呢 当然也意识到啊 3D游戏成为主流 GTA啊,创新的玩法啊,很牛车 可是没能进入主流视野 就在于他没能够3D化 所以他们心中要推出续作的想法的第一条 就是要实现游戏的3D化 当然要克服的问题很多 包括游戏引擎怎么处理 之前的任务据点啊 等等的那种流程的推进啊 怎么去在3D的世界中得以实现 以及剧本,你总要有一个剧本吧 然后设定在哪里啊 肯定要设定在纽约啊 Liber City我们要做到多大了 等等等等 要解决的问题千头万绪 但是豪瑟兄弟非常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交出了神作GTA3 我知道咱们在这干聊呢 大家一定觉得很无趣 所以咱们也废话少说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GTA3的世界之中 一边玩 一边再聊聊GTA3幕后的种种开发密文 好,我们来进到GTA3的世界之中 这是我拿电脑自己录制的 PC版当然画面可以调成4K 很舒服啊 但是PC版的GTA3和主机版的GTA3 其实并不直指这一点不同 我们知道GTA3在发售前 遇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恐怖事件 那就是911 所以呢 GTA3被迫宣布延期 毕竟在刚刚发生这样令人痛心 痛心的恐怖袭击之后 就搞这么暴力的游戏去卖 肯定是不合适 所以主机版本延期了几周之后 同时也做了一些修改 包括一些特别暴力的任务啊 被删掉了 然后什么几个炸弹引爆的任务啊 在主机版是被删掉了的 然后呢 主机版本的车的这个警车的喷涂 也做了修改 让它看起来不那么像纽约的警车 也是为了照顾大家的情绪 所以在七个月之后 发售的PC版呢 又把这些改了回去 删减的任务也重新加上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 PC版本才是完全版本 更惶了我们现在用PC去玩 可以轻易的调出4K的画质 60帧的水准 是吧 虽然画面啊 和开车的手感也就那样 但是肯定比主机版效果要更好一些 那总之啊 当初这个豪瑟兄弟呢 确定把GTA3要做成这个3D的之后呢 面临了一系列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 其实或者说所有问题的根源 就在于预算不够 有人说 哎呦 GTA系列还会有预算不够的情况吗 那现而今GTA系列 我相信任何一座 肯定是做那种不设上限的预算 说说你能做到什么样 你就做到什么样 花多少钱 没关系 坦白的说 反正也能挣得回来 是吗 可是当初不是啊 GTA前面的2D时代 没有大卖啊 不是说动不动就卖几百万套啊 那么进入到3D时代 说一下砸下一千万两千万 什么一个一枚刀去做GTA3 绝对是不可能的 Take2算一笔这个账 因为谁也不知道 后来GTA3卖过千万套以上啊 当时就觉得也许能卖两百万套很不错了 所以给匡略的预算是极为有限的 那么预算不够 很多事情就不那么容易做 第一点就是引擎怎么办 现在GTA可以用啊 从这个GTA4的Reach引擎开始 二星使用自己的引擎 去做GTA系列游戏的开发 可是当时没有这样的条件预算 说咱们去做一个自由引擎 来开发3D GTA 做不到 那包括市面上的收费引擎啊 价格也不低 所以二星也没这个预算 豪色兄弟没有这个预算 怎么办 这你看天无绝人之路 当时呢 有一个引擎 第三方的工具啊 叫做Randomware 这个东西呢 是刚刚推向市场 没多久 为了和市面上已经声明在外的 这些引擎做竞争 这个Randomware呢 采取了一个策略 就是初期免费 它这个免费不是像虚幻说 多少体量以下面费 多少体量以上要收钱 它不是 它就是一分钱都不收 你去做什么游戏 随便你 反正不收钱 你只要在这个 你肯定要声明 你用Randomware来做 要打上我们的logo 但是初期啊 这个刚刚推广的时候 是不要引擎费用的 随便你用 OK 侯色兄弟说 好啊 那考察了一下 发现这个引擎 虽然不像什么Unreal 那么强大啊 但是也够用 所以OK 就决定采用这个Randomware的引擎 这个引擎 一用啊 用了好几代 同时也解决了 这个成本的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城市设立在纽约 那么OK 当然要对纽约啊 当然这个纽约 不可能是一比一还原 可是大样子要有 要对这个纽约市 来做一个3D的构建 那现在啊 在现在这个时代 做开放世界的3D地图 可以用很多技术辅助生成 相对来说 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 即便是手工去做 这个也其实不是最难的部分 但是当时不是这样啊 当时第一个 这是一个量很大的工作 第二个是R星给到的团队 预算不够 所以人手是有限的 这就发现啊 我们如果啊 全部的 就是说如果我们全部的人 就铺上来先做地图 那后面很多事情都要给耽搁 所以侯色兄弟绝对啊 两条腿走路 我们主力队员在这儿做地图 在什么呢 包括一些剧本啊 什么东西 单独拉人出来做 所以啊 这第二个问题是解决了 那说是拉人去写剧本 那拉谁来写呢 显然也没这个预算 所以最后是豪色兄弟啊 Sam Hauser和Dan Hauser 两位啊 自个儿决定写剧本 我说了 他们虽然是英国人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对纽约啊 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爱 并且也看了很多相关的 这个黑帮电影 实际上三代的故事的灵感 很大程度上来自于 秦霄的黎明 我看得出来 他们是秦霄的黎明的铁粉 因为在这个都市里面 也明显的感觉 这个上面有所关联 包括啊 应该说他们是 阿尔帕提诺的粉丝吧 包括啊 像能看到八面杀星啊 等等是吧 总之啊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开始写剧本 这些三的故事啊 其实是比较后动阴暗的 这是一个关于 背叛啊 关于如何如何的故事啊 其实整个是挺黑暗的 狗人公克劳迪啊 也从头到尾也没说话 这个没说话 其实不是有意为之 这是他们写剧本 包括游戏进程 已经相当多的时候 才发现 没有给主角设计台词 让主角变成了个哑巴 那当时想 是不是重新补啊 或者怎么到 他转念一下 OK啊 克劳迪本来就是一个 特别阴沉的人 他从头到尾也不说话 你没准拿枪 比拿枪做掉更有用啊 所以这个其实是 无心插流 柳成音 那总之 GTA3的故事啊 我觉得是不错的 挺黑暗的一个故事 但是呢 我们节目里面 就不细说了 因为没准到时候 重制的时候 大家可以去玩 对吧 就是先别剧透 真是特别感兴趣的朋友 网上关于 GTA3的剧情的 这个详细回顾和解析 也是一大堆一大堆 那么这些东西解决掉之后 接下来就是系统的问题 二代啊 或者说二地时代的机体 已经解决了 开放世界和任务之间 如何处理 换言之就是游戏的自由度 和游戏的主线剧情之间 如何处理 就是所谓的任务聚合点 平时你在街上杀人放火 讲银行 你该干什么干什么 然后呢 在任务聚合点 去触发任务 然后推动主线剧情 那时至今日 GTA仍然是采用同样的方式 去做这个剧情的推动的处理 那这一套系统呢 其实啊 是这个非常高效的 也是非常好理解的 玩家很容易知道 应该怎么做 从程序开发的角度来说 也比较好处理 所以豪瑟兄弟觉得 不需要大改 可以延续啊 把二地的这套任务机制 就延续到三地系统之上 毕竟时至今日仍然有大量的 开放世界的游戏 就是用了这样一套任务 出发机制 对吧 所以这个不需要太改 但是既然游戏变成三地的了 我们要让玩家幸福 它处在一个真正的世界之中 还是要做很多细节的调整 尤其是豪瑟兄弟就意识到 以前呢 我们是想用电影表现游戏 而GTA3可以让玩家真正的觉得 自己就是在一部电影之中 所以动作啊 一定要尽可能的丰富一些 虽然预算有限 但是豪瑟兄弟还是播出了一些预算 去完成游戏中很多细节动作的处理 你比如说啊 拦车 拦下来之后啊 乘客会有反应 然后拉开车门 没有武器直接拽下来 有武器呢 会拿手枪指着这个车里的人 把它逼下来 是吧 然后上了车啊 什么的 包括啊 还设计了一套啊 拯救失足妇女的系统 是吧 在街上啊 按喇叭 上了车之后啊 呲呲呀呀 呲呲呀呀呀 既要能过审 又要表现出来 他们在干什么 而且啊 后来根据官方的统计 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 在游戏之中 几乎所有的玩家 都做了同一件事情 是什么呢 就是超级渣男的干的事 号称拯救失足妇女 是吧 让这个啊 工作者上车 上车之后啊 完了事之后 有人拿钱下车吗 哦 不行 下了车之后 你要尾随他 还要砰砰 两枪把他打死之后 把这钱再抢走 在驾车扬堂而去 毫无人性啊 但是几乎所有的玩家 都做了这件事情 根据这个官方的统计 玩家大规在经历 三十个小时的游戏时间之后 才能完全掌握GTA系列中的 就GTA3中的所有的 这种憋憋翘的花式 很多并不是你一下就能知道 比如说这个 对吧 有很多东西 你是未必能一下就知道的 然后大概五六十个小时 就整个游戏地图 烂熟鱼熊 还不看这个雷达 都知道怎么开了 差不多是这样 侯色兄弟花了很多精力 在这上面 包括预算不够 还是尽可能去做了配音 克劳迪本身不说话 省了很多事 可是配音的工作 也花了不少的精力 总之啊 这个游戏 大概到2001年头的时候 就已经基本上啊 做到了 九成以上的开发度 就准备开始要上市 01年的13大展折上 GTA3对外公布了 一个预告片 这个预告片 做的其实是挺棒的 网上大家也能找着 就是几个年轻人 跟警察交火 砰砰砰 然后警察 四面八方警车过来 围堵他们 然后年轻人 拦下一辆车 然后上了车 然后开车 扬长而去啊 这样的一个场景 那其实这个场景 已经包含了 GTA3的一些 核心的玩法 以及实际的表现能力 可是这个预告片 豪色兄弟 当时也在现场 以为结束之后 大家会掌声雷动 结果没想到掌声虽有 但并不是那种 宽声雷动 哇不得了啊 他们想是为什么呀 后来他们想明白了 是因为这个预告片 因为当时的E3 没有提供试玩 就是放了一个预告片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明白 这是游戏实际的画面 就是实际游戏中做的事 他们可能以为 这就是一个过场动画什么的 游戏哪有这么高的自由度啊 这肯定是个过场动画什么的 他们都没有想到 这是实际游戏的画面 所以才产生了误解 就觉得不过如此 因此啊 他们后来放出了这个demo之后啊 一众人体验之后发现 哇原来这个游戏 这么牛叉 前所未见的超高自由度 前所未见的超多的细节 前所未见的巨大的城市 前所未见的这样的深邃的黑暗的剧情 所以玩家的期待就完全是要炸掉 当然我说了因为911这个游戏延期了一小段时间 可是正式上市之后 仍然几乎在每一个国家和地区 只要有正版销售统计的 都拿下了销量的榜首 在有一些地方 比如说美国 整整一年间啊 从这个游戏发售 一直到这个PC版上市之前 将近一年的时间 GTA3就雄距销量榜的榜首 不知道多长时间 几乎就没有下来过 就像后来GTA5做套的那样似的 整个游戏卖出一两千万套吧 太夸张了 所有人为之疯狂 所有人为之电话 包括我们国内的很多玩家 就我所知啊 虽然我没有做过详细的统计 但是就我所知呢 我们国内很多玩家 接触GTA系列 就是从GTA3开始 而且不是主机版本 是PC版本 可能因为当时主机的占有量不够多 国内的PS2占有量不够多 同时也是很现实的 就是主机版的表现 其实是没有PC版强的 PC版要求的配置 并不是什么硬件杀手级别的 大部分人电脑啊 都可以玩 只不过是要可能调节一下 分辨率调节这个 调节那个 但是基本上都能玩 而且呢 还算是比较流畅的玩 却大家很多人一开始都是 包括我玩的时候也是 一开始啊 也不执着于做任务 也搞不清楚 甚至很多朋友第一次玩 我记得我那时候有个朋友第一次玩 还没有做到能拿枪的任务呢 就一根棒球棍啊 在游戏里面 捶死不知多少人 捶到那个叫什么呢 这个警车都捶到三颗星 四颗星这种情况 然后后面就是 当然他抢了别人的武器啊 然后后面还有各种密码嘛 就调出一个坦克来 什么在街上 好多人都不玩的剧情 就根本也不玩剧情 因为这种高自由度已经完全让他震撼了 完全没有接触过类似的游戏 所以剧情都不玩 反正也看不懂 就剧情也不玩 就是在街上杀人放火 一玩玩几个小时啊 我也不知道乐趣何在 我呢是一开始也干这个事 干了俩俩事之后就觉得太无趣了 就开始玩任务 一玩发现 哎呦这个任务其实超有意思 就沉迷其间啊 从此成了GTA系列的粉丝 很多朋友真的是从GTA3开始入的坑 而且都是从PC版 这个啊我估计 虽然我没有详细的做过统计 但我认为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 同时实事求是的说 这个可能很 对很多玩家而言 不仅仅是自己的第一部GTA3 也是自己的第一部开放世界的游戏 在那个年代 接触到这样的游戏的震撼程度 是可想而知的 我就记得当初我在 我在没有正式玩之前 是在某杂志上面看到一张图片 就是克劳迪亚 抢车的时候 用枪逼着一个人下车 我觉得哇 有游戏做成这样 就疯了 然后就要去玩 用PC版 然后什么的 配置不够 还跟家里人吵吵闹闹的 把显卡稍稍小小的升了一下 急 然后这一玩 从此就真是一发不可收拾 后来只要是GTA系列 我真是闭着眼睛吧 就根本不考虑 这是什么GTA 什么这个那个 不用告诉我 不用告诉我 Shut up then take my money 是吧 你什么都不要错 只要是GTA 我就买 我就玩 就到这个程度 听见很多朋友 可能也是这样 总之啊 这真是一款 划时代的游戏 从各个意义上来说 它应该是在游戏史上 里程碑一般的存在 实际上 开放世界横行的今天 几乎每一款开放世界 多多少少都从GTA身上 既取过养分 获得过灵感 我相信 这个应该也不算是夸张的说辞 不过GTA3啊 虽然从游戏的角度来说 极为成功 尽善尽美 但是却也留下了一些问题 主要是因为 这是一款前所未见的暴力游戏 实事求是的说 有游戏诞生开始 暴力和游戏就相伴始终 并且随着图形技术的进步 这种暴力的程度 或者说写实的程度 也在加深 但是呢 GTA3的问题就在于 它构建了一个 和真实世界 看起来别无二致的虚拟世界 在这个世界之中 同样有真实世界中的 法律和规则 但是玩家却可以轻易的打破 而且几乎不付出任何代价 所以呢 这个也某种程度上 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 起码被一些喜欢讨论 这些话题的人 抓住了把柄 对吧 开始对GTA系列做一些攻击 实际上 GTA系列确实也存在 这方面的问题 虽然游戏以高自由度 作为卖点 但是你却不能选择做一个好人 对吧 你说啊 我这游戏世界中开速度汽车 我就一定要做一个不杀人的好人 那你就没法推动主线 你只要推动主线 就像我们刚才玩的这一点 这就已经干死了好几个人 对吧 所以确实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因此也引发了一些诉讼的官司 但是在此之外 整体游戏角度而言 GTA在商业和口碑上 三代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同时也把玩家的胃口掉到前所未有之高 GTA3再耐玩几十个小时 一百个小时 两百个小时过去 也多少人都玩腻了 所以大家对于GTA系列的新作 也开始特别的期盼起来 但是 这就是另外一集的话题了 本期啊 咱们GTA3 就和大家聊这么多 新的故事 请大家在聊GTAVC的时候啊 再期待一下 可能 未必就是下一期 因为下一期也许是聊别的东西啊 可能是读书节目 或者怎么着的 反正三个 这个GTA3D时代的三部曲 我肯定应该近期把它做完 毕竟游戏啊 这个都已经 有所投入的不做 也是白不做 是吧 蹭蹭热度嘛 OK啊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还是我的淘宝店 喜欢游戏话题的 就有我的人生游戏年剑 还有我的任天堂传奇 这两个节目的一个共同点 就是高度结合个人历史评 同时呢 它的史评的部分 就是评论的部分 是大于这个事实阐述的部分的 加序加义 这也是我节目的一贯特点 和很多啊 照本宣科的节目 我认为是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的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买来听 那呢 还有呢 就是非游戏的啊 读书节目啊 这个聊天的节目啊 都有 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 去买来听一听 总之 谢谢各位的收看 也谢谢各位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